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冒注冒险 一副乎的家长 还有包括台北的都市原住民 他们是渴望 让孩子可以学习这样的 语言 因着孩子语言的学习 父母亲可以开始有意识说 我们是阿美族 应该跟孩子讲阿美族 家长没有投入够多的心力 来一起努力 回去一样又讲国语 那效果并不大 我希望借由家长的投入 可以带动一些家庭的改变 跟大家教养孩子的方式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汉人 那如果说这样的教育 没有族人的投入的话 会更持不上力 那我很希望这个地方 其实在教孩子方面 部落的人家长能够投入跟认同 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孩子 也从不会听说四个月之内 孩子可以讲自己板子的话 他可以听得懂老人家的故事 就可以得到一个延续的目的